你最好别坐在我面前 坐在我面前说不定我要出手的时候 你就跑不了了 因为我速度很快 一分钟时间就过了 视频中这个满脸效益威胁记者的男子 名叫李广军 他在一年时间内强奸并杀害了九名女子 即使被捕 依旧不知悔改的威胁记者 自己会对他动手 那李广军为何会如此猖狂 他又是如何走上犯罪之路的呢 2006年 李广军因奸杀九名女子被捕 但在狱中 即使知道自己逃脱不了死刑 李广军依旧每天悠哉悠哉的 等着被判刑处决的那天 丝毫不见恐慌 当时因为李广军的案件 在社会上影响极大 所以引起了一些媒体的注意 而也为了给民众一个交代 这天电视台安排了一名女记者采访李广军 可李广军的凶名在外 虽然是在看守所内 有看管人员控制现场 但是女记者的表情还是有一些不自然 在这场采访开始后 女记者还被落座 此时的李广军便有些兴奋地开口道 虽然李广军的双手被烤住了 但是她说的这些话 还是让才刚刚坐下来的女记者心中一脸 女记者立马就侧过了头 甚至于眼睛都不敢直视李广军 只是问她为何到现在还在想着杀人 见记者害怕和自己对视 李广军笑得更开心 并没有直接回答女记者的问题 而是借着恐吓道 说到兴起时 李广军甚至向看管所的工作人员要来了一根烟 和那些戒烟消愁的犯人不一样 李广军反而是越开心越想抽烟 而这样不正常的兴奋 直到女记者问到李广军在杀人后逃亡 有没有什么记忆深刻的事实 李广军才有所收敛 她慢慢陷入了沉思 随后告诉记者 自己在西北逃亡时好几天没吃没喝 一次困顿至极的她 逃到了一名孤寡老太太的家中 老太太看到李广军满点疲惫 并没有多问什么 而是主动给她做饭 烧水洗漱 这让一直在外逃亡的李广军 感受到了久违的家的温暖 之后 她留下了500元钱便离开了 听到李广军说完 记者有些惊讶 她一开始以为 李广军这种十恶不赦的人 应该会恩将仇报 在吃饱喝足后杀了老太太 以免泄露自己的行踪 但李广军不仅没有这样做 还给老太太留了钱 可见 这个杀人恶魔 还有那么一丝未泯的人性 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 李广军一直在表达 她对于死亡的末世 她末世他人的生命 也对自己的生死毫不在意 在她看来 她杀人只是为了报复女性群体 至于被害人是谁 完全不重要 这是2006年 记者采访微笑恶魔 李广军的真实影像 那从一个爱笑的普通男孩 到奸杀九名女子的微笑恶魔 李广军到底经历了什么 1969年12月 李广军出生于江苏徐州市 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 他的父母没有什么文化 一直都在老家务农 但拮据的家境 并没有让李广军产生自卑的心理 他性格乐观喜欢笑 非常擅长与人打交道 跟谁都能交上朋友 但是李广军没有读书的天分 甚至根本没有通过读书 出人头地的想法 虽然他的父母对他寄予忽望 可他还是早早就选择了退学 在他离开学校之后 李广军便发挥擅长交际的天分 每天和他的狐朋狗友在街上闲逛 而这几的年鬼混 也让李广军染上了不少臭毛病 尤其是他越来越无法记 对此 李广军的父母 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便让李广军和他们一起务农 想着这样也能盯着儿子 不让他做错事 只是李广军放纵惯了 不愿意干农活 还说服父母 自己要去外面闯一闯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 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 全国的工业发展都十分迅速 当时李广军选择了去北方的一个工厂生活 就在这里 李广军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 虽然外地来的李广军没钱没房 而且长得也不算好看 但是李广军用他标志性的笑容和甜言蜜语 赢得了女孩的欢心 两人相识没多久就私定了终生 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是女孩家庭的反对 女孩的父母 认为李广军的经济条件一般 短时间内都没办法购置婚房 一直阻挠他结婚 因此两人的一直都没有真正的结婚领证 当时李广军本想让女孩和他偷偷结婚 但是女孩不敢违背自己父母的愿望 便一直没有答应李广军 这让李广军十分不满 认为女孩也看不起自己 一气之下回到了老家风险 而李广军的父母 见儿子这一次出去闯荡 根本没挣到什么钱 于是又劝儿子定下心来在家务农 至少稳定 这让刚刚回家的李广军很是厌烦 开始三天两头往外跑 躲避干农活的同时 依旧做着一夜暴富的美梦 当时在农村到处游荡的李广军 偶然看到了隔壁村的女孩钟某 见人家外貌清秀 他立即将之前的女友抛在了脑后 开始对钟某献引起 很快 善于逃女孩欢心的李广军 就赢得了钟某的芳心 婚后两人便一同前往城里打拼 不后悔 不后悔 你敢怎么后悔 一年时间 奸杀九名女子 微笑杀人恶魔李广军是如何实施犯罪的 他最后的结局又如何 李广军和妻子钟某一起在城里打工后 最初两人在一起的收入也还算可观 只是时间久了 李广军渐渐耐不住性子了 经常将工作不放在心上 甚至在工作时间跑去喝酒鬼混 这让他直接丢掉了工作 而被辞退后的李广军整日在家酗酒 在一次醉酒后 李广军将自己的邻居给侵犯了 而他也被法院判处了七年有期徒刑 当时李广军的所作所为彻底伤了他妻子钟某的心 结婚前的甜言蜜语 海誓山盟都成了过眼眼烟 心灰意冷的钟某离开了江苏 远嫁到了湖南 不过 李广军在狱中并没有得到妻子单方面离婚的消息 而在他出狱之后 才了解到钟某已经远嫁到了湖南 这时候的李广军追回末期 又因为有案底找不到工作 于是又开始整天借酒消愁 此时的李广军并没有反省自己的错误 而是抱怨社会的不公 埋怨妻子的心狠背叛 渐渐的心中生起了报复的念头 于是 李广军在2006年2月将钟某的亲姐姐杀害 杀人之后 李广军内心的恶魔好像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他也开始了自己的罪恶之旅 成为了通缉犯之后 李广军开始西北逃亡 在到达甘肃的张叶时 李广军控制不住自己杀戮的欲望 在晚上将走夜路回家的孙某杀害 并对孙某的尸体进行了侵犯 离开张叶之后 李广军继续寻找走夜路的女性 从2006年10月10日开始 李广军途径陕西 河南 在短短25天时间里杀害 强奸了7名女性 她的作案时间都选在了夜晚人上的时候 而且李广军的杀人手法残忍 喜欢杀人后 对尸体进行侮辱 一时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恐慌 只是法宝灰灰疏而不闹 11月5日夜里 李广军在河南三门峡被警方抓获 杀人无数的恶魔终于要迎来他的末日了 只是李广军在被捕后 并无回忆 她认为自己的行为只是为了报复女性 她甚至认为是前妻朱某的背叛造成了她如今的下场 然而真正让李广军走上犯罪道路的 是她自己的目无法计